看多厲害 真的很誇張 火縮呀火縮呀火縮呀 龍煙密布更散布到銅鑼灣多條街道 現場是位於銅鑼灣中心地大的世貿中心 中午12時37分突然起火 到下午1時03分將火警升至三級 雖然見不到火光紅紅 但有大量龍煙由外牆棚架納粒不斷湧出 消防員接報後派出兩隊煙霧隊 開動兩條喉半舊 現在我在銅鑼灣世貿門口的位置 其實都看到有些龍煙弓出來 而且聞到很大股焦味 現場亦有非常多的消防和警方 準備進去進行救援的工作 剛才沿途由銅鑼灣廣場至Sogo一帶 一直都聞到很大股焦味 證明裡面的火警都挺猛烈的 這位在美容院工作的人士表示 自己不知道火警發生的 因為我放飯, 沒想過火燭 我下來才知道 即是他沒有在消防中 沒有, 自己找到出路 出來了, 我覺得很感恩 其實其他同事剛才都在上面 對, 他們現在應該疏散了39樓 他們是安全的 有人在窗口拋出床單 肆意需要救援 龍煙不斷攻進大廈的樓梯 又不少人去到五樓平台走避 我們看到至少有二、三百人在 有些人更爬到棚架上等待救援 你們拿齊了嗎 拿齊了 不知道下一步是怎樣 當時大廈商場內有多間餐廳正在營業 由於火警發生的時間正直中午 所以有很多客人 當時已經看到有煙開始攻入餐廳 可能客人一時間都未知發生甚麼事 所以未算恐慌 沒多久, 懷疑龍煙觸動警暴氣 餐廳內燈光熄滅 場內吃下才察覺危險紛紛離場 我們有兩個地點 第一個地點就是我們在酒樓喝茶 煙已經進入餐廳 然後延場即是很冷靜 就說沒事的, 我們還未離開 但很多食客都很害怕 因為一半的空間已經有煙在 為甚麼還可以坐在這裡 然後大家就找路走 幸好也不是太多人 直至我們從後樓梯 從十二樓到五樓 然後煙已經供到我們無法走下去 他們發現沒有一個開放 即是有空曠地方的平台 但其實外面是有些工程 所以我們出去了這個平台等候 怎料已經無法走, 沒有路了 就是有一個地點的架 先上去就可以等候 消防員的雲梯救援 那個架其實是一般工程的架 它是用一些直梯上兩次才能上去 那裡大概兩…即兩格高 然後再走出去就是工程的架 所以剛才有一位阿姨 她的腳表是回到 她寧願跟拿走就沒有下去 對 在世貿這裡的借飛道 其實情況都很緊張 因為看到有非常多救護車 和消防車在現場戒備 而且也有很多人在附近圍觀 當中有些市民 可能有些在世貿工作的人士 都被疏散到這裡的位置等候 究竟大火的起因是什麼呢? 初步推斷和世貿中心進行中的 裝修工程有關 地下直至五樓封閉維修 六樓以上就繼續營業 懷疑一樓電標房 起火波及外牆的棚架 濃煙反攻入大廈裡面 在這場大火裡 至少十三人送院 其中一人情況危殆 另外一共有一千二人疏散 被困的人士 也終於在火勢撲滅之後 成功疏散 躺了多久? 三小時 你們首先去了哪裏避 樓上 天棒 十三十九樓 很多人在這裡 有二三百人 一直都有消防員上來 是和你們 有溝通 有告訴我們 正在情況有沒有混亂 只是很暢順 都沒有 是走樓梯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逼迫 但都有人在派毛巾 大家都很冷靜 因為上面都通風 所以都沒有什麼